今年NBA的選秀榜眼 來自名校Gonzaga的新人Chad Holmgren 在選秀會後話題不斷 甚至上了台灣Google的熱搜 這位古獸如柴的球員 為何能有如此高的討論度呢? 今天就讓球關柱用三分鐘 帶您來認識一下這位當紅炸死雞 Chad Holmgren身高213公分 體重88公斤 原本默默無名的他 在高中參加訓練飲食 用流利的背後運球晃過Curry 直接殺入籃下包扣 讓他聲名大噪 後來成為了全美第一高中生 日後也率領美國隊奪下U19冠軍 並獲選賽會MVP 他的特點便是在如此高度之下 還具備著如同後衛般的靈活性 在選秀前的選秀報告中 許多球探給他的球員模板 是KD與Prozingis 最終他也在第二順位 被奧克拉和馬雷霆隊選中 成為新科榜眼 奧倫的身高與畢產 讓Homgren在場上的防守賀阻力相當驚人 場均3.7次組攻高居全美第四 被認為是近年來NCAA最強的護防守之一 而且他還有相當強的協防能力 搭配上極高的防守智商 讓他在場上能夠看防多個位置的球員 且場均犯規次數還相當低 以一名在禁區討生活的球員來說 不易陷入犯規麻煩這點是相當可貴的 而不僅是防守 他的進攻同樣相當出色 他擁有常人中少見的投籃手感以及穩定性 加上他超常的必然 在出手外線時 防守球員常常只能望求星探 這點就跟他的模板KD與Prozingis非常相似 除了投籃手感之外 他的終結手感及籃板嗅覺也很出色 種種優點都讓他有望挑戰成為聯盟最出色的衍生4號 不過Hongren的缺點也很明顯 那就是他太瘦了 他沒進入聯盟就已經被球迷 將他與身材相似的Poku 湊成竹節重兄弟 但我覺得更像是筷子兄弟 因為這兩人的腳細到可以拆下來當筷子用 開個玩笑 但骨架不大確實讓他的肌肉量受限 有可能會成為新世代院長 且對抗性與力量不足的問題 可能會在未來持續困擾著他 進攻方面他的自主進攻能力也不足 雖然有優異的外線手感與靈活性 但不夠快的第一步讓他無法甩開對手 下球與護球的能力也不太足夠 也讓他自主創造投籃空間的能力備受質疑 儘管Hongren具備自己帶球推進全場快攻的能力 且以一個身高7尺的球員來說 他的技能包已經相當足夠 但如果不想成為現代版的Sean Bradley 我想他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雖然Hongren的優劣勢十分明顯 養成上也需要花時間去開發他的持球能力以及增重 但與同屆其他球員相比 他的天花板及地板都相當高 優秀的身體條件配上極其出色的籃球智商 讓他的未來備受期待 而且選到他的球隊可是善於養成新秀的雷霆隊 搞不好在他們手上真的能養出下一個KDR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